掌握渣男 走脱小三 在酒后睡了小三的胳膊 摇身一变成为了插足者的大方 他叫江瑶瑶 被江家赶出门的大小姐 外出而归 撞见男友出轨自己多年的死对头不应息 忍一时越想越起 他端起酒杯泼向了绿泥 随着酒水的洒落 小三忍不住开始了尖叫 渣男此刻痛斥起了江瑶瑶 维护起了小三 称他们二人是两情相悦 希望他不要死缠烂他 愤怒的江瑶瑶 瞬间甩了渣男的大壁咚 小三见此立刻上前 维护起了渣男 女主倾泻心中的怒 顺势也甩了小三的大壁咚 互相维护的二人 还他妈搁这眼上蓝色生死练 真是把彼此感动坏 而出轨的渣男 却埋怨起了自己的女友没尽到责任 对于三观正常的江瑶瑶 他实在是理解不了这种傻叉男人的想法 给这对狗男女送上了最后的助手 婊子配狗天长地久 随后华丽地转身 离开了热闹的人群 夜晚酒吧中 江瑶瑶向着好闺蜜 讲述着自己的辉煌战绩 惊得闺蜜一乐 随即表示出了担心 称赴云熙可不是省油的灯 担心对方借着这个事搞他 和上头的江瑶瑶无所畏惧 他要是敢搞我 我就搞他哥傅锦兰 他再不服气 也得乖乖叫我一声大吼 恭恭敬敬地给我进场 如此雷人的话语 瞬间让两位闺蜜冷汗直冒 酒意上涌地江瑶瑶起身 准备去放个水 不想他雷人的话语 被同在酒吧的傅锦兰和好友听到 为此好友还对男主进行了调侃 称他魅力不解当年 看着从身边走过的江瑶瑶 傅锦兰喝下了杯中酒 随即起身 以抽烟为借口 跟上了他的脚步 而放水之后的江瑶瑶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眼前居然出现了曾经心目中的男神 就在这时脚下忽然被绊住 身体瞬间向前倒去 忽然一双手扶住了他 紧接着一张帅气逼人的脸映入他的眼 听说你要搞我 别看这个女人 居然要跟自己亲舅舅好兄弟去开房了 多年未见的二人 此刻在酒吧卫生间相遇 醉熏熏的江瑶瑶忽然被傅锦兰搂在了环影 听说你要搞我 江瑶瑶一瞬间酒醒了一大半 早已没有了当初放狠话的豪言壮诚 我我我 我开玩笑的你别当真 紧接着给男人上演了一出 溜之大吉的戏码 傅锦兰若有所思 感慨当年的小丫头长大了 这个男人叫成润之士一名法律 江瑶瑶的亲舅舅 同时也是傅锦兰的好兄弟 此刻他向着在座的各位介绍起了 自己的外甥 而一旁的江瑶瑶正经微不 一副乖宝宝的模样 内心却吐槽着自己的塑料姐妹花 扔下他一个人 就在这时舅舅忽然提醒了 他前男友劈腿的事 江大小姐一瞬间钻紧了自己的手 尴尬的差点在腿上扣出个三十一瓶来 行了 小姑娘惨遭渣男劈腿已经够惨了 你就别在伤口上撒人了 话落 几个人就商谈起了正事 无聊的江瑶瑶装作不经意 偷瞄着自己暗恋多年的男神 傅锦兰感觉有人偷窥自己 随即跟江瑶瑶来了个对事 江大小姐瞬间感觉自己被爱情的秋笔剑射中 羞涩的满脸羞红 紧接着一口气干了杯中的红酒 来掩饰自己的尴尬 这波骚操作 看得傅锦兰一愣 随即对他笑了一下 没想到我们的江大小姐再次蹲蹲蹲了起来 直到把自己喝得再也起不来了 瑶瑶醒醒 我们该回家了 就在这时她的手机铃声响起了 有个紧急的案子需要她去处理 无奈只能把江瑶瑶托付给自己的好兄弟傅锦兰 让其帮忙送回家了 车上傅大少吩咐着司机去江家 没想到此刻的江瑶瑶却耍起了酒疯 拍打着男人 不要我不要回家 我也不去成家 无奈的傅锦兰 只能温柔地询问着她想要去哪 毕竟答应了自己的好兄弟照顾她 江瑶瑶哼哼唧唧 一直犹豫不定 不然伸出手 大声地喊着要去酒店开房 然后头一歪 就睡了过去 刚到酒店她反反地睁开了眼 看着身边自己暗恋多年的男人身影 她还以为自己在做梦 瞬间一把拉过了男人 不管不顾就要吻上去 男人顿时慌了神 你你喝醉了 好好休息我该走了 三年未见的二人 再次见面居然在酒店摇起了铃铛 只怪江瑶瑶昨夜醉酒 借着酒精放飞了自我 扬言要办了傅锦来 本以为是梦境的她 对着男人肆意妄为 先是将男人压在了身下 让她乖乖听话 随后彪悍地扒开了她的衬衫 欣赏着男人那贱美的胸肌 男人当然不甘心就这么被欺负 她瞬间用手臂圈住了女人的腰 翻身而上占据了主动权 不可描述的部分 小编替大家看了 次日清晨 被折腾一夜的阮之下 感觉自己就像被揍了一样全身疼痛 迷离呼呼睁开眼 确认自己所在的地方 软之下缓缓地转过了头 傅锦来那张帅的无可救药的女 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她瞬间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如同雷锋电车一般 飞速地坐起了身 昨夜自己雕悍的举动 不断地在脑海中浮现 她懊恼地拍着自己的额头 从当年傅锦来拒绝她的告白 就决定不再纠缠这个男人了 这怎么刚一见面 就睡到了一张床上了 为了不被男人抓住 她准备三十六计走围上村 由于体力不知双腿发软 下床的时候趴了一下 撞在了柜子上 疼痛感瞬间涌上心头 她眼中的泪水若隐若现 就在这时 一只大手忽然扶住了她牵牵细腰 瞬间将她抱了起来 别总喳喳呼呼毛毛躁躁的 小心点 随后缓缓将她放在了床上 江瑶瑶瞬间拉过被子 将自己捂了个严严实实 傅锦来本想拉开被子 看看她的伤势 不想女人大喊她禽兽流氓 便太无耻下流 江瑶瑶此时挽起了倒打一耙 控诉着男人卑鄙小人 劝人之威 傅锦来挑了挑眉毛 昨晚是你让我带你来酒店的 抱歉 因为你说你要搞我 让我带你来酒店 还主动亲我抱着不让我走 女人立刻捂住了她的嘴 表明自己喝多了 说的都不算数 质问她为什么不推开自己 我我也喝多了 没忍住啊 江瑶瑶顿时愣住 自己的第一次就这么稀里糊涂的没了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结婚 女人酒后半了 自己舅舅的好兄弟 不想事后 男人要非她不娶 那一刻将摇摇慌了神 连忙慌乱摆手拒绝 随后表示大家都是成年人 入水情缘没必要那么认真 看着一脸认真的傅锦来 她调侃道 你都快三十岁的老男人了 不会这么玩不开吧 扔的第一次给你 就一定要非你不嫁吗 都什么年代了 拜托大清早亡了 自己手舞足蹈 而男人完全不打话 瞬间冷场的气氛无比的尴尬 看着态度坚决的女人 傅锦来也只能随了她的愿 表示洗个澡就送她回家 听着卫生间 传来哗啦啦的流水声 将摇摇瞬间拉开被子 准备逃离这个鬼地方 低头的瞬间她顿住 破碎的衣裙表述着 昨晚战况的激烈程度 恼怒的她大骂着男人禽兽 随着一阵开门声 冲完澡的傅锦来 光着上身走过境 结结实实的八块腹肌 性感清晰的马甲线 上一秒还大骂男人禽兽的女 下一秒却瞪大了双眼 被男人那完美的身材 深深地吸引 怪不得昨晚那么猛 紧接着大力地拍了下额头 让自己被色欲充昏的 头脑惊醒了下 随后话风一转 你把我的裙子撕坏了 我还怎么穿 傅锦来则表示 立刻安排助理去买 将摇摇告知这老男人 他也要冲个澡 并警告他不要偷看 见课后 助理带回了自己 老总交代的东西 看着红花油脑补 昨晚的战况 感慨着自家老总斯文禽兽 接过了东西的傅锦来 安排助理去楼下等着 就在这时一声锦来 让他瞬间瞪大了眼睛 居然在这里 碰见了自己的好兄弟 将摇摇的亲舅舅成润之 此刻询问起了 他怎么没回家 傅锦来咳嗽了一下 也是尴尬 昨晚没来得及 老程准备借他房间的 浴室冲着走 不想却被他拦住了去路 闪躲着眼神 表示今天不太方便 成润之看着他手中 装着女人用品的袋子 自己这是看走眼了 随后拍拍傅锦来的肩膀 准备告辞了 看着离去的老程 傅锦来常常的呼了口气 有种死里逃生的感觉 不想成润之忽然转过头 询问着他昨天把江摇摇送吗 傅大少假装淡定 送去酒店了 老程此刻玩了一波骚操作 立刻拿出手机 拨打起了江摇摇的电话 片刻一阵电话铃声 从傅锦来的房间传了出 这简直是大型射死现场了 只见他尴尬地吞咽着口水 脸上冷汗直流 而成润之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准备让他给自己一个交代 陆水情被长辈撞见已经够尴尬了 更设死的是陆水对象 还是长辈的朋友 不知状况的江摇摇 就这么披着玉京走不出来 口中骂着傅锦男王八蛋衣冠禽兽 居然把自己的凶罩也撕坏了 话还未说完 他瞬间瞪大了自己的眼睛 居然在房间里看到了自己的舅舅 还有比这更让人尴尬 更让人射死的嘛 一句我靠脱口而出 他转身就跑 不料却被怒火中烧的舅舅 拦住了去路 只见成润之大力地将手机 盆着一下拍在了桌面上 吓得陆水情的二人瞬间一抖 我这么信任你 你他妈就是这么把我招呼 爱生语的 陆锦男心虚地让他别这么激动 表明他会娶江摇摇 张摇摇瞬瞬间吓出一身冷汗 这个老男人不会玩真的吧 陆锦男谎话张口就来 其实摇摇一直喜欢我 之前我们一直都是通过 电话微信视频 保持异地恋的关系 他之前答应谢锦男的追求 是为了故意刺激 陆锦男认知忽然一愣 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 紧接着询问着 他们二人为什么迎来 而陆锦男甩了一口好大的波 直言都是江摇摇的主力 被老男人如此的颠排 如果眼神可以杀人 江摇摇已经杀死他八百回了 不甘心的他开始飙起了眼睛 表明自己怎么可能喜欢 比自己大九岁游进灯窟的老男人 都是他对我穷追不舍死缠烂打 还送各种名牌包包 瓦解我的意志 成润之一拍额头 他是真没发现 自己的兄弟居然是舔狗 此时忽然他的电话响起 有时需要他回局里处理 紧接着告诉二人 他们的是回头再说 危机解除 江摇摇顿时摊坐在了沙发上 男人递过了助理买回来的衣服 看着尺寸正是自己的F码 这到底是多有经验 才会这么精准地知道自己的尺寸 男人随手拧开了红花油 不由分说地对着女人的伤势揉了起来 手法老到出神入化 炉火纯青游刃有余 江摇摇瞬间坐过了红花油 手法挺有经验的 以前没少给别的女人做个渣男 随即冷哼一声 转身离去 降嘴女王酒后睡了暗恋多年的老男人 破碎的衣裙丢失的胸罩 一瘸一拐的步伐 无一不显示着昨夜战况的激烈程度 不想女人转身就在闺蜜群里 吐槽起了男人能力不行 跟没发力好的小朋友似 此刻女人霸气挥手 拒绝着男人相送的提议 不想刚出门就惨向败露 腰细酸软手脚无力 口中大骂男人一关禽兽 不知怜香惜玉 将自己折腾这么惨 随后一瘸一拐地向外走去 顺手拦了个出租车 落荒而逃 不甘心地她在车上 将自己的荒唐遭遇发到闺蜜群 这不亚于平地一声惊雷 群里顿时热闹无比 纷纷采访她睡男神的感受 女人呵呵一声冷笑 开启了造谣模式 称赴锦兰根本不行 群里的闺蜜集体蒙圈 纷纷打出问号 女人的手指拼命地戳着手机屏幕 意思就是她像没发育好的小朋友 随后邪魅一笑 她知道凭这两张八卦之地 明天一定会人尽皆知的 她急忙推门走进酒店的房间 快速地收拾起了衣物 准备马上跑路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不想此时 忽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开门后小三白连长去之路 满脸嚣张嘲讽她堂堂将家大小姐有家不能回 江瑶瑶脸色阴沉 有事吗 没事就滚 别耽误本仙女改二路汽车 白连此时嘲讽起了她没自己有魅力 连自己的男朋友都看不住 如果女人的魅力就是比谁骚的话 那我确实比不过你 随后表情夸张手舞足蹈 嘲讽白连骚气冲天骚飘时 白连立刻破了房 挥舞着手臂准备到昨日被打之仇 不想江瑶瑶瞬间抓住了她的手臂 反手就给了她一个大嘴巴 再次被打脸 而且还是同一边脸 她嘴里大声喊着表 张牙舞爪地冲了上来 大一秒就被江瑶瑶拉着手臂 重重地扔了出去 起身后的她立声放着狠话 要报警让江瑶瑶牢底坐穿 江瑶瑶淡定地让她快报 正好将她当小三勾引自己男朋友的视频报出去 结果白连一个电话打给了自己的母亲 描述的无比凄惨让她赶紧带人来支援 对于这种打不过就喊家长的小学机行为 江瑶瑶扑斥一下不耻的笑 烈酒泼白连小三 正全打恶心渣男 反手来了一波回手套 睡了白连哥哥把大扫过 次日白连找上门预报昨日之仇 再次惨遭霸气打脸 她转身就把家长喊 妈妈你快来 我被人打流血了 拼后台吗 好啊 于是江瑶瑶拿起了电话 舅舅安排个律师过来 我被恶狗缠身了 半个小时后 父母登门 二人上演了一出母女情深 白连此刻可怜巴巴地向父母展示着 自己身上的伤势 要母亲为她出气 看着伤痕累累的傅云熙 父母转过头 锦兰 你看这是怎么处理 此刻的傅锦兰面无表情 甘草中还带了一丝忐忑 江瑶瑶则闭上了眼 感慨这个老六怎么总是阴风不散 与之不同的是白连见到哥哥的到来 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嚣张跋涉 不想傅锦兰却没有偏向她的意思 一副公事公断的态度 随后吩咐助理找来了酒店管理层 酒店工作人员 接不清楚江瑶瑶与自家老板的关系 但却认得自家的大小姐 可想而知 证词没依据对江瑶瑶有利的 白连见此更是忘乎所以 向着傅锦兰控诉着江瑶瑶打她有多嚣张 江瑶瑶知道此刻不得不动用自己的三寸之手 先是质问酒店经理 入住期间未被允许擅闯他人房间是否违法 要求保留追究白连和酒店的法律责任 然后痛斥白连骂人在先 此刻摇身一变垃圾袋 竟装起了垃圾 随后更是反咬一口 展示了昨日受伤 表明他们顶多算活 最后更是拿出手机 向众人展示白连与自己前男友的大尺度床照 心虚的白连瞬间抢过了手机 紧接着就是愤恨一摔 在场的众人对于整个世界 瞬间明了百口难辨 这一套组合拳下来 打得白连毫无反抗之力 看着伶牙利齿的江瑶瑶 杜大少感慨自己来多余了 根本不用自己出手了 随后吩咐助理处理现场 注意保密 三神我建议你还是私了 妹妹当小三生活不检点 传出去有鲁家门了 为帝都四公子之手的傅锦来 堂堂副市集团总裁 在昨日之前还是个出门 如今居然要跟露水情的女人回家见家长 你敢相信 此刻男人不怀好意地盯着女人看了起来 女人瞬间面带羞意双手抱胸 脑海中不断地闪现昨日破碎的一群 以及自己一瘸一拐的步伐 无疑不体现了男人的强悍 你昨晚就是用这只手 拉着我不让我走 女人瞬间破了房 愤怒地让她闭嘴 紧接着来一波 小拳拳捶男人胸口的桥段 傅锦来抓住了她的手 怎么穿上衣服就不认人的事 还是说你在怪我刚才没给你撑腰 将摇摇一拥羞于谈论此事 瞬间正脱开手臂 不想用力过猛 跌跌撞撞向后倒去 直到坐在了沙发上 才稳住了身体 傅锦来却紧随其后 那晚你说要搞我 还要做大哥的女人 我那是喝醉了 露水勤不算数的 男人瞬间被气笑了 就在这时 她的电话忽然响起 你舅舅找你 江瑶瑶接过电话 你找的律师呢 舅舅效率也太低了 此时我已经委托 你的男朋友傅锦来 有他在还能让你吃亏了 什么他妈男朋友 刚刚我还不是靠自己 别啰嗦了 晚上跟锦来回家里吃饭 老爷子已经知道你的事了 而且锦来已经答应了 不是吧 舅舅你嘴巴也太快了 看天猴都没你快 挂断电话 他质问着男人 为什么不拒绝舅舅的邀请 傅锦来则表示 免费的晚餐 自己没有理由去拒绝 你堂堂副大总裁 去这一顿免费的晚餐吗 很久没见老爷子了 顺便拜访一下 江瑶瑶叹了口气 见无法改变 回家吃饭的结局 立刻做出了安排 要傅锦来吃饭的时候 不要乱说谎 就以他没毕业 唯由先不结婚 等过段时间 就说性格不合 从而和平分手 哪知道男人此刻 居然向他要起了好处 女人立刻变了脸 你还敢要好处 乱吃亏的明明是我 我是第一次 第一次这是还分男女 谁告诉你 我不是第一次 江瑶瑶瞬间瞪大了眼睛 满脸的不可思议 没想到贵为 帝都四公子之首的傅锦来 在昨夜之前 居然是个处男 是酒后入水情 如今却要见家长 骚包罢总酒后 睡了好兄弟的外甥女 女人破碎了 一群丢失的罩罩 雕西酸软 一瘸一管的步伐 无一步显示着她的战斗力 不想她转身 就说自己是第一次 还向着女人讨压 将瑶瑶被骚包罢 捧气的暴跳如雷怒目完事 冥冥吃亏的是她才对 嘴快的舅舅 竟将此事告知了自家老女 要求他们晚上 必须回家接受审判 此刻二人决定 外出购买见面 对于傅锦来是处男这件事 她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简直难以置信 罢总为了讨好女方家属 灰金如土一致千金 准备了各种明年明酒 本就是演戏应付家长 不想贪小便宜地 将瑶瑶立刻要转钱给对方 加个好友吧 我转给你 随着丁的一声 二人成功添加成为好友 女人却给罢总备注成了狗男人 嘲讽罢总这头像 还真是丑得一批 忽然一阵凉风吹过 女人抱着双肩瑟瑟发抖 罢总瞬间脱下了自己的外套 不顾女人的拒绝 罢道地为她劈起了外套 语气温柔无比 晚上风大 小心着凉 看着温文尔雅 运树临风的霸子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江瑶瑶的心脏不争气地跳个不停 这该死的温柔 别动 老爷子在看了 温柔个屁啊 算本小姐自作多情了 果然在别墅的门口 老爷子正观察着亲密无间的二人 随后开口大笑 本来他还不信江瑶瑶能拿下父亲来 现在他信了 此刻狗男人谦虚有语 喊了一声伯父 老爷瞬间变灵 还不改口 骚包爸总念带喜色 外公二字脱口 看着眼前的情况 江瑶瑶知道今晚的饭局不会太多 老爷子热情地 将二人迎进门 江瑶瑶进门的瞬间 就看到了品茶的怨准救助 此刻正义脸调侃地看着二人 露水侵入了好兄弟的外甥女 首次登门 投其所好送中你 胆大心细把老爷叫 哄得老人哈哈笑 刚进门的爸总 就碰上兄弟施展茶叶 凌厉的眼神却要杀死自己 嘴里净土嘲讽之语 小子称呼该挺快 老爷一叫不愧是你 爸总微微一笑 哪里哪里 舅舅还得是你 我拿你当好兄弟 你却做了我外甥女婿 无耻渣男送给你 外孙女找到对象 老爷子特别开心 提一开瓶酒助助兴 不想将瑶瑶连忙摆手拒绝 表明起早要赶飞机回去上课 实际是害怕自己再次酒后变身 老爷子话风一转 提出让他多请几天假 让他们小情侣趁机好好相处 将瑶瑶瞬间给了爸总一个 你知道怎么回复的眼神 不想狗男人竟迎合起了老爷子 你说得对 震怒的女人狠狠踢了爸总一脚 这是猪队友啊 一点配合都不懂 随后使出自己必杀绝招 撒娇大法 表明自己这次是偷偷瞒着小姨跑回来的 老爷子却要安排两家家长见面 让他们尽快结婚 女人语气低沉 我现在不想结婚 你们别再逼我了 老爷子瞬间这么肿 似乎是想起了什么 随后情绪低落 便回了一个好 结束了这个话题 江瑶瑶如愿以偿地叹了口气 爸总看着颤抖的女人 若有所思 为了缓和桌上尴尬的气氛 主动为她夹起了菜 二人上演了一出情旅间 如交四期情投意合的戏码 苦心没有白费 老爷子的脸上终于恢复了往日的笑容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爸总挽起了装傻充愣 对于离开这里是只字不提啊 对于江瑶瑶咳嗽提醒 更是选择无事 戏的女人拼命戳着手机 给她发着警告的信息 此时外面忽然变闪雷鸣 下起了瓢泼大雨 老人以天气为由 顺口挽留傅锦兰留宿 江瑶瑶急忙反对 有什么问题吗 你们也不是没睡过 女人瞬间大卷 以爸总没带换洗衣服为由拒绝 那都不是问题 穿你舅舅的他们身材差不多 傅锦兰语气坚决 不用了 就在女人高兴感慨 关键时候爸总靠谱的时候 不想她话风一转 表明洗漱用品和衣服 自己车里都有备用 女人瞬间垮了脸 这个狗东西是早有准备啊 昨天还是一起玩耍的好兄弟 转身就睡了人家的外甥女 卧槽 狗男人心机深沉 首次登门送中女 装傻充龙到时间也不肯离去 红床化现君子娇 美名其乐不碰 哎呦 这话听着耳熟布 姐妹们注意避雷啊 此刻骚包爸总被老爷子叫到了书房 单独谈话 其实瑶瑶不想结婚 应该是因为他父母的关系 当年他爸爸在外面偷养女人 他妈妈受了刺激精神分裂 最后跳楼自杀了 瑶瑶目睹了这一切 曾患过人格分裂症 医生说她不能再受刺激了 这也是我不逼她结婚的原因 得知江大小姐有过如此的经历 爸总瞬间心疼地钻紧的档案带 表明自己会好好疼爱她 照顾好她的 另一边地将瑶瑶此时躺在床上 跟小姨聊着自己的近况 忽然传来敲门声 她推开门 竟是老爷子专门将傅锦安送到她这里 一副生怕她跑了的表情 随着砰的一身关上了门 江瑶瑶瞬间变了脸 装出一副凶狠的模样 让狗男人去睡沙发 不想狗男人得寸进尺 居然还想要同床共枕 还大言不惭地表示保证不碰她 对于这种有钱柯渣男的话 你敢信 江瑶瑶态度坚决 瞬间推开了狗男人 紧接着以洗澡为由快速地逃跑 她怕再待一秒自己就沦陷了 洗过澡的她 发现自己居然忘记带睡衣进来 每次碰见傅锦安她都状况百出 瞬间心态炸裂 无奈的她只能尴尬地求助狗男人 让其帮忙送一下睡衣 不想喊了半天 却无人回应她 没办法 她只能选择靠自己 此时突然房门被打开 走进门的瞬间 傅锦安就瞪大了自己的眼睛 江瑶瑶顿时正直 出现了短暂的蒙圈 狗男人却毫无自知之明 火热的目光看着女人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女人立刻破房了 大喊着霸总无耻流氓老色皮 随后快速打开衣柜 抓起了睡衣 立刻向着房间跑去 骚包霸总酒后办了自己兄弟的外生命 事后挽起了无赖 死缠烂打非要在一起 上演一出同床共睡 我保证不碰你的戏码 江瑶瑶果断拒绝了 渣男霸总无耻老色皮行为 拿出了大小姐本该有的态度 责令让其睡沙发 由于身高的原因 此刻的江瑶瑶看着跪顶的被子一阵犯愁 就在她点起脚 费力地尝试着去拿被子 身后的霸总忽然环抱住她 散发出荷尔蒙的气息与气温柔 要拿被子吗 女人抬头看着 面前这张帅气无比的脸 脸上修红心跳加快 她急忙转移话题 让爸总收起色迷迷的眼神 赶紧帮忙拿被子 片刻后 二人看着扑在床上的被子集体发呆 江瑶瑶活了二十多年 哪干过套被照的活呀 只能尴尬地询问着爸总会换被套 同样没有经验的爸 不想在女人面前丢脸 只能硬着头皮表明问题不大 站在门外打电话的成润芝 听见了屋内先是传出了 噼里啪啦的声音 随后更是传出了江瑶瑶的惊人语录 听了成润芝直发懵 自己的外甥女私下这么彪悍吗 原来爸总靠不明白被照 被逼无奈的江瑶瑶 只能钻进被照进行整理 这么彪悍的方式也真是没水 弄好之后 她还不忘向爸总炫耀 还得靠我吧 看着爸总那张帅气的脸 江瑶瑶娇羞中掺杂着一丝忐忾 看着逃跑的女人 爸总调侃攻略是自己找的 功劳必须有自己一半 江瑶瑶立刻火冒三丈 痛斥着狗男人屁话 多赶紧去洗澡睡觉 而她则坐在沙发上感慨 套个被照咋 还整出老夫老妻的感觉了呢 洗过澡的爸总发现 女人居然躺在沙发上睡着了 看着轻轻陷入熟睡 仙姿欲貌的江瑶瑶 爸总忍不住伸出手 轻轻抚摸着女人白皙的脖颈 女人瞬间惊叫 起身坐了起来 口中大喊着男人变态流氓 不仅然快速地捂住了她的嘴 表明只是喊她起来去床上睡 她来睡沙发 本以为女人会退让一下 不想她转眼的功夫就没影了 转过身的爸总发现 床上的江瑶瑶早已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速度真是堪比博尔特呀 昨夜还在同床共振 激情缠绵的二人 今夜却是晚起了 你睡沙发 我睡床的现场 江瑶瑶酒后 大了自己舅舅的好兄弟 惨遭舅舅现场抓包 被逼无奈的二人 次日登门见了家长 狗男人装傻充乐 到时间也不肯离去 在一阵雷雨交加中 床上的女人翻来覆去 彻底失眠了 烦躁的她坐起身 小声地询问着男人睡了吗 狗男人一阵沉默 很是无语 被你吵得睡不着了 女人则语气调皮 称自己任床睡不着 随后更是拿出了 治疗失眠的秘密武器 让男人哄她睡觉 不仅男人看 这他妈不是五三高考 作文秘籍吗 她的笑容顿时逐渐凝固 内心直呼妈满批 三十年的生涯中 她从没有过哄睡的经验啊 见她迟疑 将咬咬玩起了欲情故纵 佯装生气 无奈的霸总只能拉住她 我念这个你就能睡着 女人心花怒放 向着男人保证能睡着 男人先是接过了秘密武器 随后吩咐女人去床上 看着靠近的霸总 该死的该不会要对我用墙的吧 不想霸总只是帮她盖上被 紧接着开始了哄睡服务 在一声声磁性温润声音中 将咬咬逐渐陷入了沉睡 大总也没做让人震惊的事 反而温柔地说了句晚安 次日清晨 将咬咬睡眼惺忪 帮忙坐起身 经检查一切正常没有再次失身 瞬间怀疑男人是不是不行了 他拿起手机 忽然发现手机有N多槽消息未必 将咬咬点开了手机 只见渣男前男友的恶言论 充满了屏幕 指责分手后破坏自己 同白脸的恋情 女人一拍自己的额头 扇渣男这么重要的事情 他居然忘记了 随后将渣男踢进了小黑屋 江湖再也不见 笑容浮上脸颊 他对自己的操作相当满意 不想此时电话忽然响起 前男友谢锦然竟打来了电话 这个狗皮膏药 属实影响了他的心情 寒怒接起电话 狗男人别再打骚扰电话了 跟你没什么好说的护衫吧 不想谢锦然竟威胁起了他 称就在成家的门口 他不好过谁都别想好 男人劈腿被抓包 四日小三灯门欲暴露 再次惨遭霸气打脸 渣男被白莲踢分身 狗男人居然要找前女友问原因 此刻小去门口 江瑶瑶看着前男友一阵发呆 他之所以头脑一热 答应谢锦然的追求 是因为当初见他身着白衬衫和黑系铺 背影跟傅锦然有三两分相似 结果却一失足成千古分 之前到底是有多眼瞎 男人突然语气阴狠质问他 傅芸汐突然跟自己踢分身 是不是他搞得狗 当初跟他劈腿不找我 现在被他甩了倒来找我 我江瑶瑶从来不吃回头草 更不会知三当三 你们的事与我无关 狗男人却不相信他说的 表明他和白莲是真爱 让江瑶瑶不要纠缠不放 当初追他是被逼的 女人立刻变了脸 什么意思 谁逼你追我的 狗男人却逼而不打 强调他最讨厌江瑶瑶这种 目中无人的大小姐 称白莲比他温柔一百倍 江瑶瑶决定转身离去 跟这种傻逼多待一秒 都浪费时间 此举彻底激怒了谢锦兰 他瞬间抓住了女人的手臂 江瑶瑶大喊着开始挣扎 眼看就要被震脱开 男人狠毒的大力推向了女人 江瑶瑶瞬间感觉身体疼空 就在这时 忽然一只手环抱住了他的腰 用力地将他拉到怀里 看着霸总付锦兰那张帅气的女人 江瑶瑶顿时愣住 霸总略带低沉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你没事吧 江瑶瑶的心跳 瞬间乱了节奏 随后尴尬地从男人怀里起身 自己居然在这个时候放花痴 霸总上前一步 将他挡在身后保护了起来 谢锦兰整理了一下衣衫 脸色因很褪去 开口就是一句大舅哥 瞬间将霸总整不回了 什么他妈大舅哥 别乱攀关系 刚刚看到谢公子和前女友 在路边拉拉扯扯纠缠缠不清 江瑶瑶却在背后偷偷用力掐着她 内心边排着狗 男人不会说话 不知道我表妹芸汐知道这是什么 谢锦兰神色慌乱坐着解释 霸总话锋一转 芸汐和你分手的原因 我建议你回家问我 男人鞠躬对霸总表达着感谢 江瑶瑶满脑门子问号 前男友就这么被打发了 随后在二人的注视中 谢锦兰上车一脚油门离去 昨夜还是同床共振 亲密无间的二人 女人今日却过河拆桥 想要跟霸总路归路桥归桥 傅锦兰刚帮助江大小姐打发了前男友 女人转过身就嫌弃她自作多情 称自己完全搞定 在家里我们演练人 外头我们就是陌生人 霸总一看这 她们自己成功之人了 反问了一句陌生人 不想将瑶瑶却大声地质问她 该不会是后悔了吧 男人眼色微沉 就很无语 随后转身准备回去 见霸总无视自己 女人情绪开始爆炸 忍受不了的傅锦兰停下了脚步 喋喋不休地将瑶瑶AU一声 一头撞在了她的背上 霸总回过头 你出门的时候 不是跟老爷子说朋友来给你送东西吗 江瑶瑶瞬间被转移了注意力 没有霸总的提醒回去就露下了 她拍了拍霸总的肩膀 给予着赞了 全然忘记了自己刚刚要吃人的面包 十分钟后成家 老爷子对着一半西瓜盘来盘去 也没研究出的所以然来 紧接着手一指 这是瑶瑶朋友送的 江瑶瑶拼命地点头 说这是他朋友 特地从老家带来的特产西瓜 舅舅成润之一看 这特么不是小区门口 五毛八一斤的麒麟瓜吗 老爷疼爱地拍了拍他的头 告诉他已给他订了几天后回城的机票 江瑶瑶吃着西瓜口齿不清地回复着 这几天就在家里陪老爷子 老爷子面带慈祥的微笑 调侃他注意形象 要不然傅锦兰容易嫌弃他 江瑶瑶霸气侧漏 他敢 我还没嫌弃他老呢 比我大九岁都能当我输 随着舅舅的一阵咳嗽提醒中 霸总缓缓地走下了楼梯 而女人早已没有了刚刚的嚣张 正经微作 一副自己什么都没说的样子 霸总先是礼貌地向老爷子问着好 提出告辞去公司 随后摸了摸一旁表面乖巧的女人 主身小声告诉他自己要开始操作 在女人还没反应过来至今 对着他的额头就是深情理 老爷子和成润支在一旁 吃了好大一碗狗粮 江瑶瑶面色羞红 挥开了霸总 片刻后发起了微信 让霸总演的不要那么虎夸 称他刚刚差点下路线了 关系有所升温 霸总回复着自己下次改进 不想江瑶瑶一口回绝 称没有下次 这几天让他不要再来了 过几天就跟老爷子说他们分手 还要付给他买礼物的钱 霸总一瞬间冷了脸 这丫头不但过河拆起 还要跟他瞧归瞧录归路 江瑶瑶左等右等 也不见霸总归路 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忽然响起 吓得他直接坐起了身 接起电话传来了茶女妈妈的声音 称今晚要请他吃饭 江瑶瑶一口答应了下来 他倒要看看这对母女又要做什么妖 现场抓包了自己男朋友出轨 于是江瑶瑶裂酒婆白脸小三 正全打恶心渣男 更是酒后睡了白脸哥哥 摇身一遍把大扫做 次日白脸邪母登门欲展开抱 再次惨遭霸气打脸 江瑶瑶手握白脸与渣男的亲热罩 未不破坏名声继续在家族里生存 父母直接致电江瑶瑶约见面谈 此刻扶生瑶 江瑶瑶缓慢地拉开了影子 父母殷勤地为他推荐着喝的 与之相对的是白脸摆着一张死人脸 江瑶瑶开口讽刺之意进行 就喝白开水吧 赶紧 白脸瞬间破防 准备起身教训她 父母安抚自己女儿 同时开口为她做着便捷 那件事云熙做得不对 他们已经分手了 你们以前是同学没必要伤了和气 随后轻轻拍着女主的手 示意傅云熙向江瑶瑶道歉 白脸表面语气生硬地道歉 实则内心妈买批 怕自己的风流照传出去让家族蒙凶 在她的心里 跟富家的荣华富贵相比 一个男人又算得了什么 江大小姐直言她没必要道歉 自己从不跟畜生计较没完 以后见面就当不认识 她对渣男见女比较过敏 白脸愤怒拍桌 准备请江瑶瑶吃一杯法酒 伪计多端的父母拦住了 沉不住气的女儿 随后用傅云熙的名义 送上了带来的大理表明的诚意 目的只是让江瑶瑶 删掉傅云熙与谢锦然的苟且视频 江瑶瑶摇晃着昂贵的手面 玩起的文字游戏 既然阿姨诚意满满 那么所有的照片视频 我都不会发出去 就在父母坐下感谢致敬 反应过来的白脸 立刻质问称她装傻充了 江瑶瑶面带微笑 依系数白脸曾经的陷害 被揭穿往事 白脸怒从兴起 不想江瑶瑶直接点名她真身 你不会以为穿个名牌再换得行 就真的可以改头换面 当明远了吧 叶芸汐 要想人不知除非寂寞 打发了二人刚走到家门口的她 听见院内传来了交谈声 她疑惑地推开了门 入目却是老爷子同父亲爱 有说有笑的交谈 江瑶瑶瞬间气愤无比 这狗男人真是一点话都不听 拿她的话大耳旁风 你见过女人的一个吻 就价值百万吗 前几天还是滚了床单 激情缠绵的二人 如今女人却要跟爸 乔归乔路归路 不想爸总反其道而行 趁她不在之际再次登门 走起了亲情路线 对于这种心机难 江瑶瑶是咬牙切齿 为了假装的恋情 不被斩被试破 飙升演技 先是捏了捏男人有力的臂膀 紧接着抚摸着他那有形的胸肌 爸总喉咙滚动 试问哪个正常男人 能经得起这种诱惑 随着砰砰砰的心跳声 二人火热的身体越靠越近 眼里擦出了激情的火花 忽然砰的一下声响 吓得二人 急忙拉开距离 舅舅成润之实在是不想看着二人 眉来眼去的秀恩爱 借口上楼看书 不明所以的老爷子 控制着儿子不分场合就装逼 无奈成润之眼神适应 让老爷子最好也回避一下 老爷子眼神挑向亲密的二人 以放花盆为由 给二人提供谈情说爱的空间 沙发上的二人不明所以 集体陷入懵逼状态 紧接着质问男人为什么不听话 突然又跑过来 傅锦兰则以来取昨天的换洗衣服为由 随后问着女人为什么这么紧张 我能不紧张吗 舅舅练过五年拳击 如果发现我们恋爱是假的 你这小身子不根本扛不住的 被女人嘲讽不行 霸总立刻反驳我行不行你最了解 江瑶瑶撇向了傅锦兰 映入眼帘是她那强壮的胸肌 整个身材充满了男性和耳蒙 随即转过身立刻赶男人离开 怕再多看一秒自己就沦陷了 不想男人拦住了她 拿出了购物小票 你说过礼物找你报销的 江瑶瑶满脸苦涩地看见 金额过百万的购物小票 她有一种强烈要吐血的感觉 从没想过买点礼物居然花这么多 看着一脸淡定的男人 她知道这都是真的 区区百万对第一财阀继承人来说 真的不算什么 她将男人安抚坐在了沙发上 满脸的尴尬 我没那么多现金 要不分欺负或者先欠着 霸总提议要给她支个招 在她没反应过来之际 瞬间将她壁咚在了沙发上 贴近耳边柔声 一个闻抵消一百万如何 江瑶瑶酒后办了舅舅的好兄弟 被舅舅现场抓包就已经很干大 如今二人家中沙发完轻轻 又被外公撞了得正着 还有比这更射死的吗 江瑶瑶满脸羞红 手忙脚乱地推着霸总 狗男人不为所动 稳如泰山 老爷子假意咳嗽 让他们继续 再次以上楼给花盆松土为友 给二人提供了私人空间 江瑶瑶用力地推开了傅锦兰 挽起了先生夺人 你你你干嘛靠我那么紧 悬然忘记 自己刚刚都动情地闭上了双眼 傅锦兰直接反问 不靠近一点怎么接我 懒得再与她争辩 女人准备转身离去 爸总却喊住了她 其实我不介意 一百万换你的一个我 女人怒火中烧 狗男人你想的美 礼物钱我会慢慢还给你 这几天没有我的允许 你不准再来 随后风松火火地逃跑了去 几天后爷孙三人坐着品茶 江瑶瑶一阵出神 狗男人这几天 还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了 老爷子看着走神的江瑶瑶 询问着他跟傅锦兰的相处情况 地旁的舅舅出声打击 该不会是被甩了吧 不想老爷子吃拐杖瞬间出手 也与他一个跑了老婆的人 还有脸说别 江瑶瑶拿着手机 给傅锦兰发着信息 要他明天配合一下 男人告诉他 明天约了人打球 没有细问的江瑶瑶决定 以此为由来打消老爷 和舅舅的怀疑 舅舅满脑门子问候 傅锦兰明天约的跟他打球啊 江瑶瑶顿时炸裂直呼 卧槽 这狗男人居然没告诉他 第二日 江瑶瑶拦了个出租车 准备去逛街 车上他致电傅锦兰 对着话术避免漏陷 突然他瞪大了眼睛 感觉有些不太对 后视镜里发现一辆黑车 好像一直在跟着他 江瑶瑶随即冒充 执行任务的公职人员 要求司机加速 将司机虎的一愣 立刻保证完成任务 随着一脚大力的身踩油门 汽车开始了疯狂的加速 而后面的黑车也开始了 不加速 江瑶瑶小声地对着电话 不仅让我被跟踪了 男人立刻做出安排 让他让司机按照定位开过来 随后语气无比温柔 别怕男朋友会保 编织三当三 惨遭江瑶瑶霸气打脸 同时被拍下了亲密床照 母女二人避免名声死地 须尾一来道歉 我瑶姐霸气婉拒了 删掉照片的请求 白脸母女阴阴狗狗 挽起阴暗手段 找人抢她手机来抹掉黑点 江瑶瑶按照霸鼓的指引 来到了风蓝俱乐部 飞开车门 惊献不怀好意的黄毛重脸 他知道这都是傅云熙的结果 于是转身夺路狂奔而去 黄毛等人 在身后群追不舍 始终不见狗男人的身影 江瑶瑶内心直呼妈卖批 男人能靠得住母猪都能上水 可是黄毛忽然抓住了她的手机 江瑶瑶瞬间抡包开砸 重伤了黄毛的眼睛 紧接着来了一波 战术性后退自保 她不知道狗男人将这一切尽收盐里 在二楼看起着热闹 江瑶瑶直接点灯 是不是傅云熙让他们来了 黄毛二话不说 欲抢夺她的手机 失败后直接威胁 要她乖乖交出手机 否则就要落手催花 你们知道傅家到底谁说了算吗 事情败了 你觉得傅云熙那个白脸 能保得住你们吗 黄毛大笑嘲讽她 认不清自己的位置 傅锦兰不帮自己的妹妹 凭什么会替她这个外人撑腰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清晰的脚步声 黄毛众人回头一正 帅气的傅锦兰双手插都闪亮登场 霸气开口她是我的人 江瑶瑶泛起了花痴心脏碰碰乱点 她没想到狗男人穿休闲服也这么帅 黄毛冷汗直流 表明都是误会她们也只是拿钱办事 告罪的同时 准备趁机开溜 傅锦兰语气低沉 我有说你们可以走了吗 话音刚落 二十多号保镖破门二路 不顾黄毛他们的求饶 一顿拳脚相加 霸总冷漠地吩咐着保镖 将人打晕带走看好 第一次见傅锦兰冷漠横利的一面 江瑶瑶一阵痴迷 狗男人此时才想起 询问她的状况 女人直接点破她刚刚故意见死不救 躲在楼上看戏 傅锦兰岔开话题 询问着让她录的音都录到没了 江瑶瑶一脸得以讲述情 刚刚自己为了录音拖延时间的骚操作 随后反应了过来 询问着狗男人刚刚黄毛他们要是动手怎么办 男人霸气开口让他还手 打死了算他傅锦兰了 本霸总为了追欺有八百个心目 他不仅上演了一出英雄众名 还在事后准备大意灭青 追责主谋堂妹夫人命 男人的一句不管是谁做错事就得受罚 当江瑶瑶瞬间愣神 一丝丝感动忍上心头 随着傅锦兰的一声招呼 二人准备离去前往副驾 共同前来打球的好兄弟被呼视暴跳如雷 这痛得重色轻友当我不存在了 上车后 女人张嘴就问男人开车行不行 不行慢点开 狗男人一有所指 你还不了解我的车技吗 既然瑶瑶喜欢慢一点 那我就慢一点 傅锦兰如此会聊 江瑶瑶面色羞红地转过了头 喊了一句狗男人 不想傅锦兰忽然靠近他 他瞬间没了往日应急 你你干嘛 狗男人不回答 反而更加贴近他 看着静在咫尺这张帅气的人 江瑶瑶的心不争气地加速了跳动 他动情地闭上了眼睛 等待着霸总的轻轻 喇哒一声 男人竟只是帮他扣上了安全带 恼羞成怒江瑶瑶口中大喊 狗男人去死 随着一阵刹车声 三人到了副宅 进门后傅锦兰吩咐着庸人 将家庭一声和堂妹母女二人喊 他的好兄弟见江瑶瑶一副拘谨的样子 便上前清静闲聊 表明自己也想看热闹 不想霸总醋意上涌 瞬间眼神凌利 吓得他赶紧与江瑶瑶拉开了距离 一阵高跟鞋的哒哒声 白莲父母二人闪亮登场 白莲傅瑶瑶质问着江瑶瑶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狗瑶姐霸气回嘴 你是智障吗 前几天刚说过见面 就当不认识这么快就忘了 傅瑶瑶不顾父母的阻拦脏话连篇 婊子贱人等寒妈词汇脱口而出 看不过去的徐公子为江瑶瑶占位 父母却以女儿不懂事为借口避重就轻 徐公子直接点名小孩子才叫不懂事 傅瑶瑶那叫没教养 就在这时傅老爷子推门而入 询问众人找他何事 徐公子赶紧表明自己只是个打将人 将一口黑锅甩给了傅瑶瑶 本霸总为了追欺大力灭亲 竟然让爷爷将自己的堂妹赶出了家族 此刻的傅瑶瑶向着老爷子讲述着 软眼之下与傅云熙过节的原语 父母接过话题轻描淡写避重就轻 为傅云熙推脱着责任 面对傅老爷子确认父母说的真实性 将瑶瑶点头回了句差不多 就在白莲母女以为躲过一几 卢氏仲放松一口气的时候 我姚姐站起了身 表明更正极点 第一傅小姐插足的时候 我跟谢锦衙还没分手 第二关于跟踪 我保留了证据 随即将手机录音进行了播放 这一波操作 让一向稳重的徐公子目瞪口呆 而老爷子脸色逐渐变得阴沉 随即大力地一拍桌面 愤怒地质问着白莲如何解释 母女二人失口否认 称将瑶瑶泼脏水不择手段 被揭露恶容的白莲 更是张瑶舞爪口中频频报脏话 将瑶瑶懒得搭理傅云熙 是一旁的狗男人该到他表现的时候 霸总随即打着电话 进行着安排 片刻后 保镖压着黄毛推门而入 白莲瞬间一惊 瞪大了双眼 鼻青脸肿的黄毛上前抱住他大腿 求他救命 白莲先是无比慌乱 紧接着奋力地推开黄毛 表明根本不认识他 见傅云熙玩过河拆桥这套 黄毛拿出了转账记录和聊天记录 女不孝母之过 老爷子大声地斥责着父母 他鼓瞬间跪了下来 称傅云熙年纪小意识冲动 自己没教育好他 拽着女儿向老爷子道歉 自己家孙女之三当三 还满凶伤人 老爷子痛苦地捂住了胸口 爆发的他抄起了桌上 价值百万的古董茶 瞬间砸向了不孝女傅云熙 你背着我还干了多少这样的蠢事 人后对着二人开跑 滚出去 带上你的女儿 我们傅家不需要这种质量的主持 母女二人惊恐万分 极力求饶表明自己会 一旁的狗男人此事询问起了江瑶瑶 是否高冷大总有未封期 居然还敢出来玩弄别人的感情 作为他酒后一夜鼓掌的江瑶瑶 怒火中烧 处理完白脸母女 二人旁若无人的闲聊 傅老爷子面无表情 看着谈情说爱的二人 随后面带微笑地向江瑶瑶致情 让他看笑话了 江瑶瑶对老爷子 替他主持公道表达着感情 徐峰来面对老爷子 吩咐他送江瑶瑶 诧异地啊了一声 不情愿地站起了身 碎碎念着老爷子偏心 不让自己孙子送 反而让他这个外人送 傅锦兰此事插话 嘱咐着他送瑶瑶回去的时候 慢点开 一旁的江瑶瑶十分无语 这么开车这个 等过不去了是他 上车后通过跟徐峰来闲聊 意外得知狗男人居然相亲 而且还有可能成功了 江瑶瑶脸色凄飞 下意识地钻紧拳头 原本的好心情都没了 狗男人有未婚妻 居然还来玩弄他的感情 恰巧此时 大总发来了信息 询问他明天是否回海城 江瑶瑶直接捨了卡号 准备立刻归还礼物前 狗男人却发来了语音通话 被正在气头的江瑶瑶无情挂断 次日上午 收拾好行李的江瑶瑶 准备辞别老爷的救助 前往机场 老爷子呵斥着看手机的 成润之送外孙女去机场 急什么 一会他男朋友就来了 他们俩刚好一班飞机去海城 江瑶瑶大为脑 作为当事人的 他居然啥都不知道 当即拿起电话质问狗男人 为什么没告诉他 大总表明上次给他打电话报道 被他拒接了 狗男人倒打一耙的行为 让江瑶瑶怒火中烧 飞机暗暗决定演完这次戏 上了飞机就跟狗男人一刀两断 嘴上却语气温柔地 让傅锦男快点地接他 大总吩咐着司机开快点 傅夫人想他了 司机看着发春的老大 感觉自己就像路边的狗 突然被人踹了一紧 片刻后 大总到达城家 江瑶瑶飙起了眼睛 从楼梯上飞奔向他 不料忽然崴了脚 整个身体瞬间扎入了傅锦男怀里 姿势极其暧昧 一旁的老爷子跟成润之十分无语 被无情地撒了一把狗 狗后扮了舅舅的好兄弟 被舅舅现场抓包就已经很干大 如今意外与霸狗姿势爱闷 再次被老爷撞倒 还有比这更涉死的了 得知狗男人居然有未婚妻 江瑶瑶决定最后在长辈面前演自己 之后就一刀两断 由于演戏过于用力 跑下楼梯时 瞬间踩滑了 整个身体一下子扎进了傅锦男的环影 姿势相当的暧昧 面对骚话连天的狗男人 江瑶瑶面色羞红 小声让傅锦男放他下来 糗是被身后的长辈撞进 江瑶瑶尴尬得无地自容 片刻后 他们向着老爷子做出了慈行 上一秒还手拉手 热情挥手告别的二人 出门后女人就甩开了霸总的手 面对情绪反复无常的女人 不明所以的霸总一阵懵逼 到达机场后 助理接过行李的同时 嘴甜地称呼着傅太太 我姚姐墨镜一带 谁都不爱 以后别叫傅太太 我跟你们素总不熟 随后扔下二人 独自向着机场走去 看着愣神的自家老大 助理殷勤陷阱 却一不小心将心里话说说了 傅总一看你就没经验 对女人千万不能强来 得温柔一些 面对霸总的注视 助理冷汉直留强行为自己洗 见傅锦男并未搭理他 他拍着自己的胸口长出一口气 他知道自己的工作总算是保护 上了飞机的江瑶瑶 看着手工的杂志 下定决心与霸总老死不相往 回过头的他发现 狗男人赫然坐在他的旁边 傅锦兰解释他同去海城出差 他舅舅安排他帮将摇摇生的汤 女人一转画风 提起了要归还礼物前的事 提出迎货两清扣 二人从此一刀两斑 看着狗男人一有所指的眼神 江瑶瑶想起了狗男人之前的体验 一个吻抵消一百万 当即怒顿 你想都别想 我是不会为了钱出卖自己 但面对不断靠近的霸佛 他的心却不争气地狂跳了起来 男人提出一个吻价值百万来偿还债 女人果断拒绝这种无耻老色批行为 推开了缓缓靠近要占便宜的霸佛 霸气索要卡号 干净利落归还礼物前 决定跟狗男人一刀两断 看着江瑶瑶好看的侧颜 霸总感慨三年前的小孩长大 只是性格还是同之前一样喜怒形一色 很好看穿 三小时后 飞机抵达了海城 面对霸总送他回学校的提议 江瑶瑶没有丝毫有意 果断拒绝了 随后更是拿出了转账记录 感谢傅锦然帝都配合演出 现在赢获两斤从此不再联系 面对骚话连天的霸佛 他面露嫌弃之色 转身离去 旅途劳累大汗淋漓的江瑶瑶 回到宿舍打开了凉爽的空调 对于他带回的小礼品 寝室小姐妹热情感谢 唯独他的死对头黄女孩 本次他有公主病回来就开空调 我妖姐直接霸气应对 果然天生就是奴才命 见了谁都叫公主 卡女立刻破了房 扬言江瑶瑶不过就是有几个臭情 同寝室的小姐妹见事态要严重 帮忙打圆场 对于这种家权 还自觉高人一等的傻逼 他懒得再搭理 对摄友给出的解释 茶女因实习单位不顺利心情不好的理由 江瑶瑶吃之以赢 心情不好凭什么让周围人买单 没有公主命还得了公主命 无数次血泪教训告诉他 一味地忍让只会让别人变得加厉 同寝室的姐妹看热闹不嫌是大 表明就喜欢看他对人 此时一辆豪车 忽然停在了他们身前 车窗摇下 露出了小姨那张精致的脸 摇摇男朋友来海城了 怎么不告诉我 江摇摇满脸尴尬 还未等他做出解释 小姨告诉他约了傅锦男一起吃晚饭 女人满脸苦涩 他没想到狗男人再次挽起了亲情路线 以为迎货两亲后 可以跟一夜鼓掌的大肯一刀两断 谁知狗男人竟走起了亲情路线 攻略了江瑶瑶小姨 张嘴就是 他没想到狗男人如此的厚颜无耻 竟然管直比他大一岁的小姨也叫小姨 面对小姨的关心询问 江摇摇回答没事的同时 准备抽张纸巾擦擦擦 不想罢总快他一步 拦住了他的手 嘴上阵阵有词 怎么这么不小心 随后抽出纸巾 亲自为他擦起了嘴角 当着长辈的面秀起了温暖 江摇摇嘴角向上微微勾起 整个脸部散发出明朗的喜悦气息 反应过来他满脸羞红 告诫自己清醒一点 别再放花痴 一旁的小姨对傅锦南给予着肯定 随后提出江摇摇岁数小不成熟 请他多多包容 傅锦南深情地看着你 一副真情实义的架势 我摇解并不买账 按道狗男人虚伪 不想小姨再次爆出横量 称摇摇报金融专业都是为了傅锦南 被说中匿名 江摇摇尽管不想承认 但还是装模作样 当初我选这个专业还是他给我的意见 发总竟直接来了一句 你什么时候问的我 被狗男人存心拆台 江摇摇气地用力掐他暗示 罢总立刻表明想起此事 不想女人以此为用 借机挑事 惩罚第一财罚富远集团CEO 亲自为他搭下 偏偏罢总还就同意了 江摇摇一阵后怕 这要是传出去了 他应该会被帝都的那些名媛千金 乱棍打死他 一旁看不过去的小姨 及时制止了他无意男友的行为 就在此时他的手机忽然响起 有生意上的事情需要处理 先行离开 上一秒还乖巧如出宝宝形象的江摇摇 此刻忽然变了女 拍着桌子质问狗男人 今天是不是故意的 高冷爸总追七有八百个心念 被女人拉黑后走起了亲情路线 用自身资源 帮助江摇摇小姨公司达成合作 获得了长辈的认可 面对江摇摇愤怒的指示 狗男人失口否认 一一细数起了女人的不是 称街道吃饭的消息 第一时间就发微信 却发现被他拉黑了 不想女人倒打一耙 那你不能给我打电话吗 男人一阵无语 微信都被拉黑了 电话又怎么不接 女人强词夺理 那你不会找司机电话打给我吗 然后让司机知道老板被女朋友拉黑了 我不要面子了吗 生气的江摇摇一把抄起了桌上的酒杯 自顾自的蹲蹲蹲大口喝起了酒 面对男人的关心劝谱 江摇摇直接应对 狗男人要你管 今晚是我们最后一次假扮男女朋友 男人一阵诧异 怎么好好的又提这条 看着眼神闪烁的女人 分明就是藏着事情 她撇了眼酒皮 嘴角露出了微笑 计谋闪现在了脑海 国酒好喝吗 在得到女人的肯定后 敲桌的同事吩咐服务员 再上来两瓶国酒 此刻小姨接完电话走了进来 诉说起了合作的不顺 不想狗男人献起了殷勤 一个电话竟然将合作给敲定了 小姨开心地手舞足蹈 对于霸总给予着肯定 随后二人更是互换了联系方式 将将摇摇晓在了一旁 此时电话铃声忽然响起 小姨接起公司来电 需要尽快赶回公司签订和谈 随即向二人做出慈行 临走之际将将摇摇托付给霸总 酒一上涌的将摇摇左右挣扎 狗男人禽兽等自眼脱口而出 今的小姨一阵发毛 霸总尴尬地解释 那是将摇摇对她的爱称 小姨露出了一副 我懂我懂的表情 狗男人这边刚微笑 目送长辈离开 转身就抱起了将摇摇 张摇摇醉酒后 再次遭高冷霸总逼宫 女人先是言语闪躲 你你你不准碰我 随后大力地推开 不要逼脸的霸总 转身向外跑去 却被高抖的楼梯拦住了去 突然伸出一只手 将她拦腰抱起 不仅然不顾她的挣扎 将她带下了楼梯 狗男人有未婚妻 还以她男朋友住居 要亲自送她回去 女人挣扎着拒绝无耻霸口 不想狗男人 却将她壁咚在了车上 看着她那完美无暇的面包 男人吼杰如动 心中的欲望开始爆发 有一种想要咬上去的冲突 不可以 你你你不可以亲我 霸总舔个逼脸问原有 狗男人 你都有未婚妻了 还来招惹我 面对霸总询问她如何知道 女人直接道出了 她的好兄弟徐公子说的 随后更是直接说出了 霸总未婚妻的名字 我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你倒是记得清楚 将瑶瑶本就暗恋霸总 表明这是她第一个喜欢的名字 当然要记清楚 说完后酒意上头了她 靠在了霸总胸口 渐渐失去了意识 霸总疑难着第一个喜欢的人是她 对着江瑶瑶的嘴唇 温柔地拥吻了上去 四日上午 刚起床的江瑶瑶揉了揉眼睛 看着周围的环境 她立刻呆住了 她只记得昨晚喝醉了 她小姨有事先走 将她托付给父亲 江瑶瑶一阵抓狂 再多的记忆怎么也想不起 看着身上的睡袍 她一阵怀疑 这这么该不是又跟狗男人睡了 恰巧此时霸总满脸春风得意 为她送来的早餐 女人随手关上了门 满脸寒意开启了审案模式 说你昨晚都对我做了什么 狗男人瞟了眼她 表明什么也没做 江瑶瑶一纸身上的睡袍 难道是狗帮我换了吗 女孩同大总男友夜不归夫 被同寝室的好姐妹抓包 死不承认否认三连 我不是我没有你别瞎说 此刻的她生气地质问着大人 昨晚对她做了什么 狗男人瞟了眼她 表明什么也没做 江瑶瑶一纸身上的睡袍 难道是狗帮我换了吗 陆锦兰瞬间被她的一对苏兄所吸引 有感而发 真不错 江瑶瑶怒斥狗男人不要避脸 趁人之威素质低下 男人将手中的牛奶递给她 其实是服务生帮你换的 你的衣服脏了 我让服务生拿去洗 看着爸总亲自给他准备的新衣服 他先是一阵惊讶 他没想到男人之前给他的承诺 这么快就实现了 一丝丝感动扭上心头 感慨着男人的品味还不够 挺接着摇头晃脑 禁止自己瞎感动 此时狗男人竟然上手摸起了他的头 告诉他最近自己比较忙 让他有事打电话 说话的同事忽然靠近他 该把我的微信放出来了吧 江瑶瑶调皮的土的舌头 让他赶紧走 中午江瑶瑶强装淡定 推开了寝室的门 称自己昨晚吃饭太晚了 在小一家睡 不想被室友无情揭穿 说昨晚给他打电话 是他男朋友接的 随后二人开始了八卦 问他昨晚是不是 干柴烈火一点不止 江瑶瑶辩解称 昨晚接电话的 不是他男朋友 只是舅舅的一个朋友 吃饭刚好遇到 既然是舅舅的朋友 那就应该是长辈了 江瑶瑶咳嗽也是尴尬 算是吧 好姐妹突然调侃 既然是长辈 为什么她说 你在她床上睡着了 女人一句卧槽脱口而出 狗男人到底跟室友说了些什么 随后赶忙转移话题 趁机溜走 拿起了电话 准备让爸总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样 星机爸总趁着女孩喝醉 偷偷地将他带到了酒店 然后又故意将这一消息 散播了出去 江瑶瑶得之后 拿起电话想要大骂 博锦兰一番 结果对方却迟迟不肯接听 气得他掐着腰 站在原地直跺脚 愤怒的江瑶瑶 决定做一套高速题拜拜 就在认真的答题时 博锦兰不合时宜地 打来了电话 江瑶瑶特意找了 一个没人地方 刚想要口吐芬芳 对面的博锦兰 率先开口解释起来 我下午有个很重要的回忆 一直都没有看手机 瑶瑶是不是生我气了 当听见对方 对自己的称呼后 江瑶瑶竟瞬间不那么声醒 没想到下一秒 又慌乱的满头大汗 原来此时 博锦兰正在学校宿舍楼下 你小姨让我带些东西给你 撂下电话的江瑶瑶 内心早已经万马奔跑 但又只能强装 镇定地收拾书本 准备返回寝室 当看见博锦兰的豪车 就停在路边显眼的位置后 机智的江瑶瑶已回去 取学生卡为佣 成功地摆脱了摄友 在确定对方 已经走进宿舍楼后 江瑶瑶给博锦兰 小声地打去了电话 待会我过去的时候 你不准下车 说吧便大不留心地飞奔过去 没想到这个时候 正好撞见同寝室的 其他摄友出来买饭 慌乱的江瑶瑶用力地 拉拽车门 一个重心不稳 直接栽倒了进去 看着面前似笑非笑的博锦兰 赶紧示意她快关门 不然自己就要被摄友看到了 博锦兰听后顺势一把 将江瑶瑶揽在了怀中 随着砰的一声车门关闭 江瑶瑶害羞地满脸通红 小心脏砰砰乱跳个不停 她抱我坐大腿上干嘛呀 这时身旁的徐峰来 忍不住地开口调侃 怪不得某人要让我坐到后面 原来是在这套路欣赏人呢 同时心中也忍不住地敢开起来 小瑶瑶真够倒霉的 居然被博锦兰这个大尾巴狼 给套住